大型車輛裝滿建材進入工地 如火如土展開鐵路高架捷運工程 攤子頭家錯站再過一年就要本工 鐵路局打算在車站往中心建引南 規劃110個停車櫃 但看在地方眼裡根本不負需求 一個主婦兩三台車 所以設這個巴一列的停車不夠 大頭家大樓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生活品質能夠好 做了這個主建設 也就是希望在我們交通都能夠暢通 交通暢通了之後 人員建築第一個停車場的問題 讓我們非常的傷腦筋 所以公共空間我們必須要充足 以頭家裡來說已經偏向都市化 以高樓大廈為主 人口數超過2萬多 才會積極爭取加設車站 也方便臨近四里民眾通勤 不過停車位短少 停車亂向勢必上天 因此要求開放另一個區塊 停車了275個汽車位的停車空間 經過立委的居中協調 地方跟鐵路局達成共識 同意開放往北屯松山間 以北的高架橋下空間 而車位數會從原先的110格 大幅增加到385格 既能夠活化空間 也能夠解決地方的困擾 民眾搭車通勤也更便利 9點電話台中才訪問到